还有其他比较强烈的天气 会在交通运输 肯定很大的影响 还请到辞职 做好防灰 还有这个 在路面上的准备 都会准备好了 具体的天气棒是这样的 今天白天 多元转天 放完有的阵雨 飞车南方23级 飞车上面去的30% 最高提门 31 今天夜间 飞车南方23级 飞车上面制作的20% 比较气温 20% 晚上的电厂 没任意 可能被人下班 有影响 可能那个时候 路面也会比较的 从专线的公交 专线道路的公交 或者是 欢迎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 最后一天 有个调票 嗯 将继 阿拉伯数字12 发送到10288211 另外 1028821225 和北京体育港中心 上角 联华 这两边都是咱们聊天的 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早上公开赛 都有个人提 五盘 就四个赛点 逆转特方家 进了四强 他将会迎战的是 最高乐 奥运乐选赛 中华南台 零里峰 退败给了 战云亚 今天早点 这事咱们终于要说了 嗯 我准备热身下 法国4B0 大姓爱沙尼亚 最后呢 最后的特殊方面 声声真思 三盟的漫零 下面是详细内容 关注最新的起寒资讯 凭点最热的起寒事件 用活力开启全身体肩 欢迎进入 双文起寒 今天时间 患上眼睛 反网公开赛 继续 正在第十天的吊量 所有种的 在康舍的四个赛点 在经历了五盘大战以后 6比1 5比7 先是6比1 3比1盘 接連了 2比5比7 輸掉了第二級三盤不利 1比2落後 然後又7比6 掉平了 打平了 然後6比1 立行了本土的銀匠特殊 這樣的話小車挺著的自強 半個身 小車想接著 被輸掉了 而輝德德也是在新車兩盤 0比2不利的機面上 能當三盤呢 3比6比7 然後 6比2 6比0 6比3 橫掃了 戴爾夫特殊 取得了對陣對手的 6連勝 浪費第七次 打箭法王的 很強 不容易 點兒都不容易 不如腳 不為 來聽你 張盛 對這兩場比賽的評價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 他可不壓到這個發球 逐步的在一個威力 他的發球 基本上能夠 能夠保持一個比較高的 一個定格率 另外呢 就是往前的 這個能力 也開始體踐出來 他不在體踐跟小德 有時候是拼力到多趴了 而是就是說 靠前三盤優勢 然後呢 來到往前 他後來在第2盤 第3盤 整個戰術手段 都比較多樣 有一些防守管機 然後呢 有一些發球以後的卡通 還搭配了一些上網 在做放小球 這樣的壞數 所以整個戰術的這種 多樣化呢 真的 使得德热科維奇 其實 有一點好像 施展不開 就是好像是讓德热科維奇 再比過 兩點失去的節奏 他第一盤放了 他改成 以後就這樣也不敢上 所以說一句 第一盤優勢 就是很克制自己的群聚 他打了好多 也不太敢 給自己加油 是通話那樣一種感覺 而平常比賽 都打得比較悶 我猜想他可能就是 不願意 得罪這個主場的法國觀眾 因為我們也知道 法國觀眾是比較挑戰的 有時候你那個球眼 查看的平常一點 都會遭到觀眾的失分 所以說一句 就是平常的調整 很顯得有點足夠 一直是很 黏頭大腦的那種感覺 他可能是不願意用這種 過分誇張的這種進度 去去招致觀眾的不滿 或者招致觀眾的驅聲 但是呢 你越打得悶 你的士氣上 就越提震不起來 這個到了第三盤以後 一百下就是 初衷壓著士氣起來了 而德热科維奇 一直是被地方壓著的 就是做出這麼一種專程 我覺得第四盤在關鍵時 德热科維奇 他展示了他 這個世界意念的 這樣一種 抗壓性 真的抗壓性 真的 其實這樣的例子 我們也知道 其實這樣的例子 我們也知道